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触过这个行业完全没有基础 我们家不需要吃这个肉的 排除万难开始养殖 螃蟹却又死在了池塘 这个脑袋就跟炸开了一样 克服了养殖难关 又遇到销售难题 对了大概将近一百万的样子吧 无湖青年陶汉平 最终是如何各个击破 实现财富逆转的呢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返乡青年 谢中寻财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这大闸蟹大家都爱吃 宫蟹的蟹膏白而透亮 母蟹的蟹黄金黄鲜香 但是想想就很诱人 可是这螃蟹生活在水中 而且身体灵活 钳子坚硬有力 要抓到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啊 得找准机会才行 现在是晚上九点 一群人拎着水桶 慌慌张张地 争抢着捡食东西 它就是代表了螃蟹的 一个性成熟的表现 这样的螃蟹 我们就可以上市场去销售了 出于性成熟期的螃蟹 一该沉浸少动的习性 大批着爬上岸来求偶 这一时正是抓他们的好时机 都到了市场 你看看 我这个还有六点点 这个不得了 这个有六两多 这只螃蟹 估计市场的市场价格 大概在两百块钱左右 这一只 就一只两百块钱 对 这两百块钱 这个钱是非常有利的 可以捏起来吗 可以可以 好厉害 还得再加一个 加两个桶 两个桶 加厉害 这个非常厉害的 这两个桶多重啊 这两个桶 大概有四五斤重吧 这两个桶 哇 它的钳子这么厉害 对 这个非常厉害的 这只工线非常厉害 像这样强壮有力的螃蟹 在陶汉平看来 才是可以上市的好螃蟹 陶汉平养的是中华融翱蟹 又称为和蟹 它从2011年开始从事螃蟹养殖 至今已经有六个年头 每年中秋节前后 是它最忙的时候 晚上抓来的螃蟹 第二天还要按照大小分出等级 进行处理 因为在螃蟹上市早期 有一部分螃蟹 虽然个头有了 但是成熟度 还没达到最好的状态 还要放回池塘 再养一段时间 那么怎么看螃蟹 是否成熟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看它的螃蟹的腿 有没有硬 你可以用手捏一捏 用手捏一捏 这个螃蟹的腿 特别硬 像石头一样 这个是最简单的 就是说它的壳的腿都硬了 就代表它成熟度已经蛮好了 除了看螃蟹腿的硬度 还可以瞧瞧蟹黄 或者蟹膏的饱满度 就是说看螃蟹的后盖 这个地方 下面这一块 和它这个壳 分得很开的话 就证明这个螃蟹 品质就非常好 成熟度好 品质高的螃蟹 公蟹的蟹膏 白而透亮 母蟹的蟹黄 金黄鲜香 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 陶汉瓶在挑选时 还要将公蟹 和母蟹分开 那怎么分辨 它这个公蟹还是母蟹呢 它这个公蟹的肚脐 是尖的 像这种尖尖的肚脐 它是公蟹 母蟹和公蟹 它的肚脐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圆的 一个是圆的 一个是尖的 对 它这个下面有个到三角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就很明显 对吧 这个是母蟹 在十月份 公蟹的平均重量 在五两左右 母蟹三两左右 大小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 分完等级的螃蟹 会被分开放到水池里 涂水 排出身体里的泥沙 涂水要达到24小时 之后这些螃蟹 才能进入包装发货环节 为了防止螃蟹 彼此夹伤或卸钱扎破快递袋 螃蟹的发货那是很有讲究的 首先要用绳子把螃蟹五花大绑 然后装进放有冰袋的泡沫箱 最后才是封口打包 咱们这一天要卖多少盒螃蟹啊 像这种平日的话 一天大概能卖个三百多盒吧 现在的陶汉平 一天到晚围着螃蟹转 下池塘喂螃蟹抓螃蟹 联系客户 打包发货 样样精通 可在六年前 别人眼里的他 却是另一个样子 他以前在温泉龙 就是一种高富帅的印象 总是开着跑车嘛 穿着名牌戏服什么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都不大愿意跟他一起玩 欧啥呢 他这个现在 全身都是一股螃蟹的味道 以前没事 还能买点花送给我 然后带点红酒什么的 现在呢 就是顶多又吃吃螃蟹 现在喝喝黄酒吧 过着小资生活的陶汉平 怎么就突然养上螃蟹了呢 这一切还得从他六年前 给父亲立下的一张军令状说起 陶汉平1989年出生在 安徽省吴湖市吴湖县 大学毕业后 他便跟随父亲 在苏州做园林景观生意 含着金钥区出生的陶汉平 从小衣食无忧 是朋友们公认的富二代 我父亲呢 他是想着让我在 他的这个规划路线下去生活 我内心角度里面 我是不想生活在 他的这种关怀之下 所以呢 我就想着 怎么自己去干一番事业出来 不愿在父亲保护下生活的陶汉平 一直在等待机会 直到2011年 吴湖县政府到苏州招商 陶汉平的父亲离开苏州 把苗木基地搬到了吴湖县老家 苗木基地的新址 放在了六郎镇的青翼江边 这让陶汉平看到了自己施展的空间 我身后这条啊 就是青翼江 这个青翼江两旁呢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 两边的农民呢 都是以养螃蟹为生 我当时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一看这个地方的这种 优质的水生资源 哎呀 当时就很高兴 因为我也想这个 这么好的这个水质的资源 肯定是能养出优质的螃蟹出来 青翼江是长江的支流 水质清澈 水源充足 是当地的母亲河 陶汉平打算养螃蟹 除了青翼江的水源优势 还因为他对五湖螃蟹 未来的市场很有信心 因为当时啊 我在江苏工作呢 就看到他们当地 就是做了一些螃蟹的推广啊 宣传啊 策划这样子的 通过他们的这些 推广营销之后呢 这个螃蟹的卖价就非常高 我当时就在想 因为我们五湖这边 有一个很庞大的 这个螃蟹的产量 但是呢 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一个巨大的机会 看到了商机 陶汉平初步拟了一个养殖计划 没想到家里人 各个都反对 他回来做农业完全没办法想象 毕竟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 接触过这个行业 完全没有基础 我们以前就是农民出身 老百姓出身 在以前做农业这块 在我们认为 尽管我们是农民 但是我们知道农业这块是很累很累的 我们家不需要吃这个苦的 虽然家人都反对 但陶汉平已经打定了主意 为了能说服他们 2011年6月 陶汉平郑重其事地 写了一份保证书 儿子的这个举动 让父亲陶良明有些惊讶 几经思索后 他决定给儿子一个成长历练的机会 父亲从苗木基地 拿出200亩地 交给儿子用于螃蟹养殖 陶汉平也把自己积攒的 100多万积蓄全部拿了出来 投入到了养螃蟹的事业中 我当时测算呢 我们每亩差不多能产到800只左右嘛 800只经过9到10个月的养殖之后呢 每一只应该能卖到3到40块钱 如果按照当时这么一算下来的话 我一想 哎呀不得了 这个每亩能卖2万多块钱 当时一算 哎呦这个真的是要发财了 有了自己的事业 陶汉平开始跟以前的朋友交代 让他们一定帮忙多宣传 没想到还真有效果 2012年 谢苗刚涨到5个月时 就有人预定螃蟹 一位南京的客户 跟我说他们公司到中秋的时候要发福利嘛 给员工的一些福利 大概需要1000份 哎呀我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特别兴奋 这个销售额的话要达到二三十万呢 螃蟹还没成熟就已经有了订单 赚大钱的日子 只日可待 信心满满的陶汉平 每天都希望螃蟹快快长大 然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 此刻谢苗早已危机四伏 终于2012年6月9号 危机爆发了 当时那天呢 是就是一个雷暴天气 突然就接到 就是我们那个公认的一个电话 说叫我去GT一趟 我到GT当时一看 完蛋了 我天哪 这个怎么办 一看堂里面这个螃蟹 几乎全军覆没了 死了一多半 因为退壳打架等原因 池塘里偶尔有死螃蟹 是正常现象 但这一次螃蟹死得尤其多 而且个头都在二两左右 螃蟹死了 订单也就跟着黄了 别说赚钱 投入的积蓄也打了水漂 这个脑袋 脑袋就跟炸开了一样 这么一来我今年这一年就白干了 螃蟹翻了糖 陶汉平白忙活了一年 如果要继续养 不得不找父亲借钱 心理商品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心理斗争 到最后还是低下头 没想到父亲却提出了一个令他哭笑不得的条件 这个钱是他出的 你又不得不听他的 在种种压力下 陶汉平到底有没有冲出重围赚到钱呢 农广天地返乡青年 蟹中寻财正在播出 再过三个月就可以捕捞上市的蟹池里 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螃蟹 这让陶汉平是欲哭无泪 可是一亩八百只的投放密度 是当地老百姓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从来没出过事 为什么到了自己的蟹池就翻糖了呢 这个问题陶汉平怎么也想不通 很快螃蟹翻糖的事 就引起了当地农业部门的关注 刚刚养螃蟹嘛 没有制处 我们农广校呢 得知他这一种情况呢 就告诉他 我们正在设施民生工程 进行这一农民培训 水产这个专业 就邀请他来参加学习 在培训课上 专家老师将陶汉平螃蟹翻糖的现象 作为案例 进行了分析 原来 螃蟹洗冷怕热 每年的六七月份 南方温度高 雨水又比较密集 池塘的气压变低 螃蟹容易缺氧 在雷雨天气来临时 必须在泄糖增加增氧设备 保证螃蟹的正常呼吸 这时的螃蟹 这时的螃蟹不爱吃食 要减少四味量 否则 剩余饵料在水中腐烂 会污染水质 虽然亏了钱 但基础设施已经做好了 这泄苗还得继续投 然而这时候的陶汉萍 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 眼看女儿们越来越大 她的家庭负担也越来越重 当年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 非但没能兑现 还亏了钱 现在要想继续养殖 她不得不再次找到父亲 心理上面也是做了一个 很大的心理斗争 到最后还是低下头 去找了父亲 跟父亲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然后最后 就是在父亲的支持下 拿了一笔钱 虽然一开始就不同意 陶汉萍养螃蟹 但现在看儿子骑虎难下 父亲只能选择帮他 你说投了那么多钱 你走一走不了 翻一翻不下 那就一句就投皮去做 投蟹苗的钱是拿出来了 但父亲陶良明有个条件 那就是要求陶汉萍把养殖和销售的账目 分开核算 养殖基地还归儿子管理 但养殖基地的收益要归父亲 也就是说以后陶汉萍美卖一只螃蟹 只要从基地拿货 就必须先被父亲赚上一层 我当时就有点哭笑不得 心里上面又觉得没办法呀 这个钱是他出的 你又不得不听他的 当然是联本账 他拿我多少产品 他从网上销售拿比 他有他的利益 我这边有生产的利益 他拿我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按照市场价格 然后他从金山销售出去 从中间缓解 又产生多少利益 都要算贷 这样做看似有些不近人情 让人难以理解 从父亲手上拿货 而且进价可能还要比市场价格高 直到后来陶汉萍才明白 这是父亲帮他成长的一种方式 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呢 就是逼得我不得不去做一些创新 多开发一些新的渠道 去销售我们的螃蟹 规范了养殖流程 为了能让父亲在年底结算时 看到自己的成绩 陶汉萍必须在销售上 有更好的盈利 在2013年年初 陶汉萍就已经注册了一个网店 盯上了电子商务 我当时就在网上开了个店 但是我自己对这块也不是很懂 也不是很懂 但是我就想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请了一个代理公司 帮我们去打理这个店铺 网店的生意全权交给电商代理公司打理 自己主要负责把关品质 发货和售后服务 安排妥当后 陶汉萍的网店就此开张了 一开始根本其实就没人买嘛 几乎是没有销量的 没有订单 这些螃蟹就只能闷在池塘里 如何快速解决销售上的难题 成为当务之急 一个新的品牌几乎是没有曝光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销量啊 评价都很少 所以很多客户可能就不大相信 如何增加品牌的曝光率 陶汉萍没有丝毫经验 于是他决定了解一下同行 学习一下他们的做法 他们那种广告就满天飞 那如果说我也像他们这样 就大面就投广告 消费者说不定看到我们的广告之后 也会到我们这边来购买嘛 代理公司负责人告诉陶汉萍 电商平台的广告 都是按点击付费 客户对广告内容感兴趣 点击进入网页查看之后 平台才会收取广告费 点击查看广告的客户 通常都是有购买意向的潜在客户 这样的广告模式相对而言比较精准 然而广告投放不到一个星期 令陶汉萍揪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天晚上我们聚会 在聊天就聊到这个广告投入 我就打开手机给他看 当时那个广告就是 那个点击量就是很大嘛 然后我可以夸张一点的说的时候 我吃一口菜的时间 那广告费用就扣了一百多 吃一口菜就扣一百多 哎呀那顿饭吃得我太刺激了 那个当时的广告费就扣了 我一万多块钱那顿饭 网告费烧就烧吧 可销量依然没有起色 看着有产品却卖不出去 陶汉萍感到有心无力 后来他不得不放弃了客户数量多 但竞争激烈的大平台 转而与一些小众 但服务和消费群体 偏中高端的平台合作 陆续的陶汉萍跟几个平台 有了初步的合作 销量也慢慢有了起色 养殖投入的资金 开始慢慢回笼 2015年螃蟹即将上市 陶汉萍还通过朋友得知 吴湖的农业部门 申请了一个区域性地理标志品牌 吴湖江蟹 符合要求的企业 都可以申请使用 首先是我们吴湖境内的 养殖企业和养殖大户 来保证我们水池 水质有量 第二呢就是养殖企业和养殖大户 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这样它能够按照我们制定的 标准化生产流程 进行律师养殖 商标使用者呢 在审刑过程中 与我们要签订息 卖了三年螃蟹 陶汉萍的企业在当地 已经出具规模 很顺利地申请到了地标品牌的使用权 之后它与各个平台合力推广 在2015年 螃蟹销售额便突破了500万元 也就是在那一年 我才实现了盈利 家里人还笑地跟我说 开玩笑地说 没想到你当年立的这个军令状 还真的实现了呢 销量增长了 对家人的承诺也实现了 但这并没有让陶汉萍 停下探索发展的脚步 陶汉萍明白 五湖江泄还处于起步阶段 必须要持续推广才行 因此它除了线上销售 也开始扩展线下的渠道 陶汉萍的线下销售 并没有选择对接商场超市 而是另辟蹊径 跟当地的农家乐建立了合作 这不 今年螃蟹刚刚成熟 陶汉萍就开始为镇上的农家乐 送起了螃蟹 明天我们镇上面会有一个 就是五湖江县的美食节活动 然后到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游客 都会来品尝美食 所以我就赶到今天 把我们这个五湖江县送到 所以我们镇上所有的这个农家乐 到时候明天镇上面 这些农家乐到时候都会有一道硬菜 就是我们的五湖江县 从2016年开始 为了给五湖江县宣传造势 陶汉萍结合当地政府 举办了五湖江县开补节 螃蟹美食节等一系列线下活动 很多游客组团来到五湖 不仅了解到了五湖的美景 也对五湖螃蟹有了接触和认识 你看这个大爪子的话 这个非常多 而且你看看这个黄 黄的话也要非常多 首先我第一口感是甜 就是特别甜 因为以前吃的一些鲜 没有感觉这么甜过 它会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举办王活动 游客们大多会买一些带给亲友 但考虑到大和小和提得很不方便 不少人会放弃购买的念头 为了不让这部分客户流失 陶汉萍从商超的礼品卡中 得到启发 制作了一些特别的卡片 我们这个卡片呢 每单卡片的后面都会有二维码 然后通过手机 来扫门上面的二维码 输入您的这个收获人的信息 我们就在后台 在我们的正宝后台上面就可以体现 这样我们就能及时把新鲜的螃蟹发出去 这些提蟹卡可以解决游客 携带不方便的问题 同时也缓解了陶汉萍在活动期间 处理大量订单的压力 客户什么时候想吃螃蟹 扫描后填下收获地址 除了偏远地区 48小时内新鲜的螃蟹就能上餐桌 从人们眼里的富二代 到尝试改变扎根家乡的新型职业农民 陶汉萍抓住了市场机会 卷起裤腿 养蟹卖蟹 不断学习 成就了全新的自己 2017年 陶汉萍通过线上电商平台 线下农家乐等方式 将吴湖江蟹卖到了全国各地 销售额突破了1200万元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